今天一则司法拍卖公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北京朝阳法院将在11月10日上午 拍卖一只四岁大的财犬登登 起拍价为500元 据悉2014年12月20日 财犬登登被原主人送到了宠物寄养中心 第一年还按时支付寄养费用 之后原主人就四年了 此后登登在宠物寄养中心又生活了两年 原主人拖欠各项费用三四万元 由于一直联系不到原主人 宠物寄养中心将其起诉到法院 案件申诉后财犬登登被拍卖 一方面可以为登登寻找新主人 另一方面拍卖所得可以用来偿还拖欠的费用 10月21日凌晨6点左右 在巴西一个酒吧 突然闯入一名池箱劫匪 大家看见后都趴在了地上 其中有一名男子 可能是因为玩手机太着迷了 没有察觉情况 直到劫匪走后 这名男子才发现大家都趴在地上 10月25日 在美国纽约加斯德拍卖行 所付人工智能绘制画作 以43.2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300万元的价格排出 远超过了拍卖行此前预计的7000到1万美元 画作右下角的作者签名是一个方程式 这幅画是由法国艺术团体创造的 他们使用了深层式对抗网络技术 近日杭州一位大学生小胡为前女友录制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368天 也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天 这可能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我给你的24双高风鞋都贴满了后跟贴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 你姨妈来的时候 也没有人给你揉肚子了 所以我给你的37种常用药都分类对就好了 平时呢 你出门老说我这块空调 睡觉又不爱关灯 所以 我给你支付保里充三万块钱电费 这样子 以后你月末拿到电费账单的时候 也不会心疼了 有人问女方会不会复合 不可能了 我不去了 都已经分手了 就不要圈扯了吧 希望她以后也能过得好 我会把这三万块的电费还给她的 在阿尔兰西部的戈尔韦市 有头小猫驴看见老朋友来了 便开嗓了 大家感受一下 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洗浪环节 我在学校丢了50块钱 在和家人电话中 落家常识 无意说了这事 然后第二天我妈来了学校 拉我去商场 几百块给我买了一个钱包 可能这就是母爱 让我想起了上期问答环节的父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 Stack